大家好,欢迎来到库头数据科学为大家带来的零基础使用和开发微信聊天机器人的一个系列课程 我们都知道微信是一门非常好的一个应用,有很多人在使用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通过微信把你的个人号或者公众号变成一种互动式的应用 和你的朋友和用户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交流 然后这门课程呢就是会这样设计的 我们在这门课程当中呢会带领大家一起使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潮流的云平台开源框架等等 然后你不需要有太多的计算机基础 只要有兴趣,然后我们会手把手的跟大家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么样使用和开发一个智能的应用 然后我的名字叫Sam,我是库头,来自于库头手机科学 好,第一步呢我们先打开一个浏览器 任何的浏览器 然后呢我们来到 到这个链接 GitHub Telescope User Workshop and Scope Blog 也就是这样一个链接,你就能够来到了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的教程和流程都在这个页面 所以首先大家第一步先来到这里 好 然后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了 你现在看到的正好正是这个配套视频的教程 然后它的文字材料呢在这个GitHub的Repository里面 我是来自于库头数据科学的Sam 如果大家对这个课程有什么反馈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 这是我的微信,扫一扫,QR码 好 这是一个系列教程 然后我们会有五讲,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一讲第一课 微信问答机制的一个使用的基础 然后第一步我们是如何用微信的手机软件来使用扫一扫 扫你的QR码来进行自动登录 然后如何查找指定的联系人或群组 发送消息,接收消息,然后自动回复一些消息 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些自定义的很复杂的一个消息的处理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讲,我们会使用一些云平台 或者它有多种方式 然后今天我们会注重于云平台 好,第二课 图像识别和处理 然后微信当中你会收到很多朋友的消息 包括公众还有收到各种图片的消息 那如何让这个机器你的手机的应用能够智能的理解到那些图片当中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会涉及到一些智能的图像识别和处理 然后我会讲一讲 如何识别图片信息当中物体的名字 识别图片信息当中的文字 识别人脸 然后基于人脸的表情你可以找到它的喜怒哀乐 然后第三课我会讲一讲自然语言的处理 消息文字转成语音 然后语音转成消息文字 然后消息文字的多语言的一种互译 一种翻译机 那我们基于它就可以做很多应用 第四课我会讲一讲视频识别和处理 识别视频消息当中物体的名字 然后识别视频当中的场景 因为视频一直都在变化 它有很多场景的切换 那我们怎么样去描述这个场景 用文字的方式把那些场景的变化和场景的描述 就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还可以直接搜索视频当中的内容 是不是很酷 第五课我们会把前四课的内容结合起来 然后看一下我们可以开发哪些互动式的 一些智能机器人的应用 把你的个人微信号或者你的公众号 变成一种互动式的一个发布的平台 它可以有多语言翻译 比如说也可以多图本和多媒体的一个订阅和点播 然后你的用户可以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 向你提要求说 我希望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这个智能应用就可以接收到这个用户的要需求 然后进行一些智能的处理和理解 然后把它需要的一些内容再反馈给它 然后包括接下去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文章文本的一些概括和缩写 长篇大论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缩写起来 然后再结合翻译的话 你可以把一些英语的原始的一些文献资料长篇的 然后把它缩写之后 以中文的形式反馈给用户 这样的话用户可以一个快速的浏览和理解 一些其他语言的文本 然后包括一些不良图片的识别 然后不良视频片段的自动定位和自动识别 这些在中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应用 然后基于商品图片的搜索和商家价格的比较 就是说平时我们走在外面看到一样东西一个商品 因为我们觉得很喜欢 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这家店看到的东西是不是最便宜的性价比最高的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拿手机拍一张照片 然后发给这个应用 这个应用会告诉你这个商品 它在某哪些地方有卖 然后价格是多少 然后通过你现在的定位 它还可以找到 从你现在这个地方去某一个商家它的一个路线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做很多有意思的应用 这就是这一系列的五讲 然后今天我们会着重于讲第一讲 在我们开始正式的课程之前 我们先要搭建一个开发的一个环境 大家不用紧张是零基础的 所以我们这边有几个选择 第一种选择呢是使用的云平台 相对比较容易 也是以后的一个趋势 流行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这讲先会讲云平台 然后呢接下去呢 你还会有其他的选择 可以下载使用一个虚拟机 然后通过这个虚拟机 在你的本地技术算机上进行运行 这个虚拟机里面 我们会已经提供所有的已经打包好的一些开发环境 所以你只要用就可以 选择三呢就是一个电脑本机的安装 这个就通常比较麻烦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文档 然后 然后自己安装 然后今天呢我们先会讲 只要这三周做完之后呢 我就会成功 我们先看如何使用云平台来安装 OK今天我们呢会使用一个 谷歌的一个云平台 然后这里下面有几步 首先要生成一个账户 在谷歌的云平台 我会带领大家去生成 但生成账户呢 你需要有一个 gmail.com 谷歌邮件的地址 大家一定也是有办法可以获得的 然后 对我们就看第一步吧 Create an account in Google Cloud Platform 好我们先去 你可以去这个链接 你就可以去这个链接 然后免费注册一个谷歌的云平台的一个账号 然后如果你这边注册了之后 通常你会获得200到300美元的一个 一个以金券 代金券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花费 然后可以使用它当中很多免费的一些功能 非常推荐大家去用 挺好用 然后呢 因为我已经注册好了 所以如果我点击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 它应该是会自动到达一个登录的页面 就是在这边呢 假设大家已经注册好了 然后进去登录 如果大家有一些不清楚的话呢 你可以去这个链接去 它会一步一步告诉你 如何申请一个谷歌的一个云平台的一个账号 好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登录 看一下登录 对 来这边谷歌的一个叫GCP的一个console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云平台的一个入口 在入口的地方 它应该是会要求你进行一个登录 好 我们现在输入自己的一个用户 名和密码 登录进去呢 你就会看到谷歌云平台的一个Dashboard 一个面板 控制面板 好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样是一个谷歌云平台的一个控制面板 只要你先看到这一个页面 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登录 然后我们再回到原来的一个流程 好 接着去呢 我们先要新建一个项目 新建一个项目 因为在谷歌 使用它的服务之前 它都是基于项目 然后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我们叫KudosData01 然后选择一个Zone 叫AsiaEast1B 这是Zone的意思呢 就是说谷歌在全球它有很多数据中心 区域性的数据中心 你选择一个离你最近的一个数据中心 这样访问的速度会比较快 好 这边大家都是可以看啊 那我回到这边之后 我们怎么样新建一个项目呢 比较方便的一个方法 你说Project Create 好 就会有看到这有些Project 那你就选择这个IAM and Admin进去 或者其实你在这边也是可以找到 如果你不懂的话 不是很清楚的话 你用搜索搜索做得很好 你可以IAM 然后IAM 也是可以来到这边啊 然后我们接下去呢 先要选All Project 先选择一个All Project 我们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项目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一又两个 然后我们在这边选 Create Project 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给它起名叫 KudosData01 它说 Your Project ID will be KudosData01 好 我们新建 Create 好 它说我正在Create 在正在Create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Notification通知 就说啊 我正在生成一个新的项目 它可能需要一会儿时间 好的 好的 这个项目已经生成好了 接下去呢 接下去呢 我们要 要Enable 一个叫 Google Compute Engine 的一个API 这个作用呢 是 啊 让这个新建的项目 能够有能力去啊 生成一个虚拟机 在虚拟机呢 在这边是五个云平台里面 它是 在 在 Compute Engine里面 你可以生成虚拟机 但是 在生成之前呢 我们先要 使用API Manager 我们来到API Manager API Manager呢 它这边是 让你啊 控制很多 可以使用的一些编程接口啊 我们先不 做太深入的啊 讲解 我们今天 先Enable一个API 我们点这边 Enable 这边有很多API 有一些基本功能的API 它有那个 Machine Learning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面的API 我们在 下面的几堂课当中也会讲到 让一些 基于谷歌地图的一些API 都是很好用的 今天呢 我们先是打开 Compute Engine的API 我们点一下Compute Engine API 好 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边上面的一个通知栏 它已经告诉你 项目 KudosData01 已经生成 成功了 好 来到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只要选择 Enable 就可以 打开它 Enable 再把这个功能 开启之后呢 这个项目就能够 生成新的虚拟计 在谷歌运平台里面 它叫VM Instance 好 它已经成功的Enable了 那我们再回到Github 好 下一步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一个要startDataLab Triput Python Notebook using Cloud Share OK 谷歌它提供一个互动式的一个Python的一个开发环境 它叫DataLab 它那是基于Triput Python Notebook这个应用而开发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要 要生成一个虚拟机 然后在这个虚拟机里面使用这个DataLab这个互动式的平台 然后我们怎么样生成一个虚拟机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叫Cloud Shell的一个工具 好 有点复杂 大家看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做 好 先来到这里 我们打开这个 叫Create Activate Google Cloud Shell 这是一个命令行的一个软件 这是一个命令行的一个软件 我们先输入一条这一条命令叫G Cloud Project List 就是说我们需要显示一下 在你的这一个谷歌云平台上面 你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在这边呢 平时我们在Windows当中 在Windows软件当中 通常用Ctrl-C,Ctrl-V来进行复制和粘贴 在这个环境下面呢 通常呢我们使用Ctrl-Insert作为复制 Shift-Insert作为粘贴 用Ctrl-C,Ctrl-V在这边不能用 我们刚才已经复制了刚才那条命令 所以现在我们要粘贴这条命令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Shift-Insert Shift-Insert它就会把Google Cloud Project List 刚才这条命令输入进去 然后我们选择回车 好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有三个项目 Project ID这边有三个项目 好我们现在回到原来的页面 我们下一步呢是要选中这个项目 Shift-Insert 好我们选中这个项目它说Update Property Successful 下一步呢我们来到这边 G Cloud Config Set Zone 你要把你的这个项目放在哪里 然后这边可以按Ctrl-C 然后切换到Alt-Tab 切换到Cloud Shell 然后Shift-Insert 好这个也更新好了 接下去呢一步就是要生成虚拟机了 我们要新建一个虚拟机在这个项目当中 这个虚拟机是用来运行Google Data Lab 一种互动式的Python Book开发环境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是新的 然后就选择Data Lab Create 他create了一个叫KudosData01-BM-Data Lab-Workshop 这样一个虚拟机的名字啊 在这个叫AsiaEast 这一个数据中心里面 这是你第一次使用 如果你今天这门课结束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啊 虚拟机关闭关闭完呢 你可以用Data Lab Stop这个虚拟机 然后你Stop之后啊 它就关掉了 因为虚拟机如果你一直开着的话 Google呢是会收很小的一笔费用 大概几毛钱几毛钱左右吧 如果你不用的话就把它关掉 关掉的话就不会产生费用 但是第二天第三天 你想再次使用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虚拟机了 你只要选择Data Lab Connect就可以啊 你是要用Connect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好嘛 所以我们现在先使用的是Create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Cloud Shell Shift Insert Create 这个虚拟机的名字 然后在哪个数据中心 然后我们按回车 然后它就会开始啊 帮你创建这样一个虚拟机 可能是一到两分钟的样子 它会帮你创建好 等创建好了之后啊 那些互动式的 Python应用的那些环境 Tuber Notebook这些环境 它全部都已经帮你搭建好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我们等待一下 那我就看一下下一步 对 好的 它这边再创新给它一点时间来兴建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VM啊 虚拟机已经开始运行了 啊 我们除了在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运行的信息之外 我们也可以来到这个叫Cloud Console 我们选择这个菜单键 然后选择叫Compute Engine 按一下啊 其实我们现在这正在生成的那个就叫VMInstance 它本质上是一个虚拟机 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生成的那个虚拟机的名字呢 它就叫CoodState01 这样一个名字 它现在呢正在运行当中 这边呢你可以看得到它已经是start 对吧 然后你可以stop 你可以在这边不需要有命令 你来的这个互动式的 界面 GUI的界面 然后你可以把它停止 可以重启 然后你可以把它删掉 如果你不想用的话 它启动了之后呢 它会有个internal的IP 一个external的IP 好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所在的一个数据中心 你可以这么认为 它是在亚太地区 好 我们回到这边 好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虚拟机的建设已经完成了 而且DataLab 这个互动式的工具已经成功的开始启动了 然后接下去呢 我们要怎么样看到这个互动式的平台呢 它上面有介绍说 点击这个叫webpreview 然后使用port number8081 那这个webpreview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cloud shell的左上角 这个就是按键就是webpreview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changeport去port8081 点击一下 好 它那就会给你生成一个新的 基于网页的一个页面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python的一个互动式的开发的一个界面 然后从这里开始 我们就不会看那些非常丑陋的一个黑白屏了 这个呢叫google cloud data lab 然后我们会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进行我们一个微信互动式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开发 然后它出事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你现在在一个个目录下面叫data lab 它下面有document有notebooks 不用管 你看到这个页面就ok了 看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做什么 我们回到这个github 然后ok open data lab in a web browser 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做到的 就是按了webpreview 选择port number8081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新建一个new notebook from the data lab这个根目录 然后运行下面的两个命令 好我们先把这条命令复制一下 先把这条命令复制一下 叫get clone 这个东西在做什么 那ctrl c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在做什么 我们来到了这个 cloud data lab 我们选择新建notebook 这里我加好新建notebook 好 它就生成了一个新的 Python的一个notebook的一个命令 好软件 好给大家略微介绍一下 你在这个软件这项就像菜单键 你可以保存一个文件 然后下载一个文件 然后这里是加多加一行代码 这里是一行代码 这里是另一行代码 然后是多加一行代码 然后你也可以加一个叫markdown 这个就是像注释行一样 这边就会是一个注释行 然后你可以删除这一条 对吧 你可以打move up move down 上下 然后你可以运行 这边可以运行 然后你打一些字之后 你可以清空谈 清空谈 清空谈是这个命令行的清空 然后你可以重新启动这样一个页面 好 我们这个应该是我们说 let's start 这个可写可不写 好 这是第一条命令行 我们要看啊 这边你就可以用control c control v 复制粘贴就比较容易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那条命令 然后我们输入这条命令之后呢 你有几个方法运行 一个是按这边的run run可以运行 或者那你按shift enter就可以运行 好 我们去按这个run来运行 运行运行过程当中呢 他就在克隆 他是把啊 我们github的那些文件下载到这个啊 啊 google cloud data lab这样一个环境下面 然后这些内容呢 其实是放在了那里 在你刚才新建的虚拟机下面 他说这边已经完成了 全部完成了 对吧 百分之一百都ok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看到 看到什么东西呢 咦 我们新建的刚才一个叫untitled notebook 然后他下载了这个workshopblog 他把这个workshop的blog下载下来 这个workshop的blog是在哪呢 其实呢就是就是这个github的他的一个内容 他把这些内容全部都下载出来 这些本来是在网上的对吧 你现在要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到你的 你自己创建的环境下面 你可以看到你看到wechat tool 对吧 就是一模一样 就会已经在这边 这样就可以运行了 好了 呃 在运行之前呢 我们需要安装一些啊 相关的一些裤和一些啊 我们会使用到的一些编程的 编程的接口 那我们怎样运行呢 我们找到这个第二条命令 第二条命令 我们control c复制一下 然后你在第二条 第二条的这个命令行里面呢 点出它 然后它的公标了 control v control v 这一条命令呢比较特殊 我们需要运行两次 我们先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他做什么呢 他把一个叫setup cloud 这个python文件 把它导入了这个notebook 应该看到下面有很多文件 然后不用管 我们再点击它一下 再点击它一下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次 再运行一次 好 等待一下 好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环境呢 是python2.79 2.79 是我们这个谷歌云平台的一个python的一个环境 然后它就开始下载一些库 安装一些库 然后我们等待一下 successfully installed something html的库 它运行 我们看到最后 最后它说 ok google cloud datalab setup successful now we are ready to rock go to the folder so we can continue the notebook 就是说环境已经安装好了 这里 那我们接下去呢 只要把这个 关闭之前 我们可以先保存一下 notebook 你可以save a copy sorry 或是save a copy notebook 然后save and checkpoint 但是如果你不点的话 它通常也会自动保存 所以关闭了 关闭之后 关闭之后 我们先到datalab的根目录看一下 好看到我们前面啊 又做了一个copy 其实现在呢 它们都没用了 我们可以把它删除掉 绿色呢 代表它正在运行当中 你也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你不会再用到它了 好了 环境已经搭建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workshop below 这一个文件夹 我们开始要证实的第一夹 然后怎样啊 使用一些基本的 微信的一些 问答操作 好我们再进入一个叫 WeChat2 然后进入WeChat2 好我们再打开 Lesson1 iPython Notebook 点击一下我们打开啊 好的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已经在这样一个iPython Notebook里面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使用一个全屏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使用一个全屏 我按F11使用了一个全屏 这样大家可以看得更多一点 好的 然后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一讲 然后使用微信的一个问答的机制 如果大家对这一刻有什么不理解的话 或者有什么反馈的话 可以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 然后可以在微信里面跟我提这件事 然后我只要这边扫一个码就可以加我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课 使用和开发这些微信聊天机器人 然后使用微信扫码 然后一步一步的怎么样查找联系人 怎么样自动恢复 怎么样接收信息 怎么样储存信息 好 第一步呢我们需要导入一些用到的功能的程序库 然后我们从这条命令开始运行 就是import这些库 上面一个呢是 iChat.logout 这个命令呢其实是做退出的 如果你之前有在运行的话你先退出 当然我现在没有运行过 我们就直接导入这些需要用到的库 怎么样运行呢 你可以在这边按run 或者你按shift enter也可以 好了 它运行完之后 这里一条颜色就会由灰色变成蓝色 你就知道它运行完了 这些都是代码 然后下面那个呢 这一条呢它其实不是代码 它是一个叫markdown language 如果你双击的话 你可以对它进行编辑 你说自动登录 OK 然后你按shift enter 它就会变成一个它是一个注释行 所以可以直接shift enter运行 下面这一条呢是做什么呢 就是自动登录 用APP扫码来登录 这边做的一个叫 iChat.autologin 然后reload 等于hotreload equal to true的话 就是说你会进行一个自动登录 就是我们平常经常操作的 基于网页来登录 微信 好的 如果你这边用hotreload等于tru 的话呢 就是说它退出这个程序之后 在一段时间内 如果你想继续重新登录的话 你就不需要再扫码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接下去怎么样运行 怎么样做 然后呢 我会把右下角的这个 我的这个图片 头像 然后换成一台手机 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 通过手机是怎么样进行操作的 好吗 好 我们先shift enter 它会说ok 他说getting ready of your qrcode 他其实现在正在下载你的qrcode 然后qrcode现在已经做好了 他已经存存存存在了这个地方 他的qrcode呢 其实已经存储好在这 qrcode png 所以你只要扫一下码就可以 看到啊 啊 需要scan这个qrcode 现在呢 我会把右下角的这个视频窗口 把它切换成一台手机 然后用那台手机 对这个电脑屏幕的qrcode 来进行扫码 好 我们先点击这台机器 对吧 进行扫码 好 大家看到现在屏幕上 有这样一个qrcode 对吧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台手机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微信的软件 然后我们打开微信 当然首先你得登录你自己的微信 你先得登录你自己的微信 你先得登录你自己的微信 然后选择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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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你自己的微信 选择扫一扫 啊 扫码 随着它扫码 啊 它已经在扫码了 再把一扫描 正在登录 好 这边我们先暂停一下 好了我们扫码完毕了 我们回到这一个页面 啊 我们程序页面 它说 please press confirm on your phone 然后我们就来到 大家看右下角 我们按照一些 按一下登录就可以 登录 好 登录完成了 登录完成之后 它其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段程序代码 在iPad Notebook Google Cloud Datalab 这一段程序代码 已经以网页微信的形式 啊 接管了你的这一个账号 然后他说login successful as 啊 这个是好我这个账号的名字 好大家也可以看到 你看在你的手机上面显示的 网页微信登录 你看啊 您在浏览器上的网页 已经登录了网页微信 好吗 这个时候 你的手机的这个账号 微信账号 就已经被现在的这一段 啊 排声代码所接管了 接下去我们就可以开始 做很多的操作了 第一部分呢 我们想要查找指定联系人 或者群聊 他我们可以有几种啊 搜索的方式 然后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获取自己的用户 获取自己的用户信息 返回自己的字典属性 这个呢我们使用it chat search friends 然后shift enter 然后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是你自己的信息 你自己的信息 是什么呢 它是一段 叫字典 是python的一种数据结构 你可以看到啊 我的remark name 对吗 你可以看到我的那个 nickname nickname 就是尼称 尼称这边 它是一个unicode 所以这边 显示的不是很清楚 然后我的性别是二 二号呢是女性 然后我们看得仔细一点 看得清楚一点 就说nickname 你的名称呢 就是一个叫酷斗培良美 这是我的名啊 我这个机器人的名字 然后他没有别名 他的wechat account 没有 然后remark name也没有 他的这个username 这个username呢很长 是一个微信内部的一个 用户名的一个机制 这个用户名的机制呢 是用来发送和接收 微信的消息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怎么样用 然后获取任何一项 等于name建制的一个用户 通常呢我们知道 我们的微信朋友呢 他有尼称 他有他的微信号 然后还特别呢 是他有一个备注名 就是说我那个朋友 他的尼称可能 他自己一直在变 但是呢我会给他 添加一个备注名 我说他叫张三 或者叫李四对吧 然后这个nickname 我们也可以用来搜索 所以如果你用下面这条命令 这条命令 来搜索一个叫Sam who的人呢 他会搜索备注名 搜索他的微信号 搜索他的名称 只要有任何一项等于Sam who的话 他就会把他罗列出来 好吗 但是这个这段命令呢 他会返回多个朋友 再想想为什么对吧 好 我们运行完了 shift enter运行完 你看到这边又变成蓝色 再shift enter 我们要打印 就是说显示出来 我们找到哪个联系人 我们找到一位 我们的给他的备注名呢 他叫Sam who 然后他自己的名称呢 他叫白黑 然后他的用户名呢 是这么长一段 好吗 我们找到一个我的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 是酷豆培辽妹这个机器人的朋友 然后接下去呢 我们可以看可以分别获取 朋友的不同的属性 你可以说我叫他的 remark name 是Sam good 有没有这个人 有有这个人 好 我现在我要换一个 我说 nickname 这边呢 打警号呢 是表示注视掉的意思 你可以把它去掉 那他就变成命令 在下面那套呢 你要把它注视掉 就是这样 你可以打警号 恐格 或者呢 你按ctrl问号 ctrl问号也可以 excuse me 是个快捷键 然后我们shift enter 或者我们运行 运行 运行完了 那我们再运行下面 再运行一次 他跟我说找不到 没有显示 就说明 nickname等于Sam good 我没有这样一个朋友 啊 那我看看wechat account 有没有这样一个朋友呢 am here 那就是说明这个工作是很正常的 因为只有remark name 是Sam good 我有这样一个朋友 因为remark name Sam good 他的nickname呢 你称他是叫白黑 那他不叫Sam good 好我们现在找到这位朋友了 找到了这位朋友之后 我们当然也可以查找群组的 查找群聊 这边呢就是说 使用search chat room 然后name等于这样一段的名字的时候 库得配到uat testing group 然后你可以找到你有多少个群 然后运行一下 这边是找到你有多少群 当然你这个群一定是要已经是保存在你的通讯录里面的一些群 他才能够找得到 所以如果你需要访问或者用这个互动 需要用这段程序来接管你的群的话 你需要把那些群先保存好 所以你看啊 我们现在找到两个群 一个叫酷豆陪聊妹 UATS 一个叫酷豆陪聊妹 UATR 然后对于群来说 你除了这些通常的被注名用户名之外 他还有一个哎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这个群的群主 如果零的话呢 就不是群主 一的话呢 你就是这个群的群主 那你是不是admin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另外一种搜索的群 我们可以看有没有叫data science的群 好我们找到一个data science群 他的那个群的昵称呢 叫奥克兰的data science level 这个是另一个群 这个机器人所所在的一个群 好吗 还是回到这个UAT的群 好 这边就是做对于群组方面 和查找某一个朋友 我们已经完成了 下去呢 我们看怎么样发送信息 信息有文本有图片 有文件有音频 然后视频等等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怎么发送文字 这边我们使用it chat send的命令 来进行发送 他发送了一段 他说别来无恙 然后发送的一个时间 这些你都是可以改的 然后这个是你发送的内容 第二 然后一个data 接下去呢 你说friend zero username 那你friend zero username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加加一个code 我们来看一下friend zero username是谁 这是一个username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一个微信内部的一个用户名的一个名 这个tofa结尾的用户是谁呢 是白黑 samgoo 我的背中名是samgoo 对 那我们现在要给他发送一条信息 给他发送一条信息 怎么发呢 shift enter 然后就可以发 然后他接下去会打印 显示一下 就是说这个信息他有没有发送成功 我们就shift enter运行一下 在运行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reset session 这个圆点会变成黑色 表示他在运行 然后他说哦 运行完了 他变成圆圈了 然后他说请求成功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右下角 右下角 你可以看到 这个手机上面已经显示了 我samgoo出现 他为什么会出现呢 因为 这个机器人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说别来无恙 而且一个发送时间 他就发送给了这样一个你的 你的朋友 下去呢 你可以给他发图片 图片在哪呢 你只要把一个图片的路径给他就可以 我们现在在这个图 在这个 开发环境当中呢 我们已经导入了这些一些图片 大家可以使用 在这个reference的文件夹下面 reference的文件夹下面 你会看到我们已经有一些图片 所以如果你自己要 使用其他的图片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放取这个reference文件夹 然后引用它图片的名字 然后引用它图片的名字 好了我们看到 在这个reference的文件夹下面 有一个叫wechat samgood qrpng 你可以发送png 文件 图片文件 jetpack gif 主流的那些文件 全部都可以用来发送 好 所以我们就打算发送这样一张QR代码给 通过裤头培导妹这个机器人发给samgood 这个是samgood他自己的一个 一个QRcode 好我们shift enter 然后我们发送这张图片 ok请求成功 然后我们看一下右下角是不是已经有发送成功 我们已经有发送成功了 对吧 好的我们已经看到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发送文件 也可以发送pdf文件 txt 文件各种各样的文件 只要不是图片 不是语音 不是视频的那种类型的图片 它都是可以按照文件的方式进行发送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发送这个叫logo.pdf 同样它也在reference文件加上 好我们请求成功了 好我们看到右下角 logo的pdf已经有裤头配两位发送给了samgood 好我们也可以发送音频 音频这边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发送一个mp3去 因为目前来说音频 只能以mp3的形式进行发送 这个接口 微信 应该还没有完全开发好 我们要看以后有没有一种方式 就是更 像正式聊天一样 可以发送一段语音 然后以语音的方式显示出来 但现在我们只能以mp3的方式显示 那就是说如果通过这个机器人要发语音的话 你先要把他的语音转换成mp3进行发送 好下一个我们看视频 视频呢 同样我们发送一个叫video.mp4 这样一个视频 是enter 视频和图片呢通常发送都会比较 叫那种native 是比较以原生的方式进行发送 而且图片和视频都会可以直接在你的微信的这个聊天当中显示出来 这个视频相当相对于比较大一些尺寸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他发送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 好我们看到视频发送也成功了 好我们看一下右下角 这段视频你可以在这里直接点击播放 点击一下 嗯 开始下载 播放 好 我们就是以原生态的方式进行发送 好 好 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哦 我们可以发送给一个群聊 下一步呢 我们发送给一个群聊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叫啊 酷豆 裴辽妹 UAT有两个群 那这两个群怎么样区分呢 你可以通过群0 或者群1 来进行区分啊 这就是说同样一个群它有很多 你可以控制啊 给哪一个群 好 我们shift enter 在我们enter之前呢我们先退出 右下角我们先退出啊 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主页面 然后在我们这段代码运行之后 你应该会看到 啊 会看到 这个机器人在一个群里面 已经发送了一条消息 你会看到酷豆 裴辽妹 UAT 群2 好 他已经发送了一个消息 你看这个群有三个人 这个群有三个人 对不对 好 你成功了 那发送完消息之后呢 我们要看怎么样接收消息 接收消息呢 首先啊 显示发给自己的本本消息 嗯 这边呢是一个叫啊 message register 一个功能啊 定义完了之后呢 你说所有的内容是text 然后我希望他干什么呢 只要你一接收到任何的text 我就在这个啊 python的这个notebook的运行环境下面呢 我让他显示 所以给我发送的这些text 好吗 这个是定义 你定义完了之后呢 需要让他长期有效的运行 因为你 你会一直收到各类的text的文件 对吧 然后text的信息 然后你让他一直运行 这种啊 行业术语呢 我们叫做监听 等一下我们这边一开始运行之后 他就开始监听了 好 这边就开始监听了 好 start auto reply 啊 然后他就开始监听了 那现在我需要做的呢 就是通过另一个朋友 我cmu现在会登录 登录cmu 他呢会向这个裤头培导妹这个机器人 发送一条文本信息 然后我们看一下 裤头机器人他是怎么样收到的 好吗 好的 我现在cmu要给他发送一个嗨 好了我刚才已经发送完毕了 然后 我们就已经看到我们这边已经有显示了一个嗨 对吧 好我们在这边也看到了 这个嗨已经被我们这段程序代码所截获了 接获了 然后我还可以继续发一个 great to meet you sing sing 好 好我们看到右下角的发送了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输入中文 中文说啊 你好 你好 你可以输入中文 你好 对吧 然后我们也可以输入一些表情 表情比如是这个笑脸的表情 笑脸的表情 好 你看笑脸的表情在这边显示的是一个文本是一个微小 其实这些啊叫emoji的这些表情呢 其实背后都是一些文本 好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里就是 只要你一直这个 it chat loat run 一直运行的话 他就可以一直截获和监听 并在这里显示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截获这些信息 截获之后呢 我们可以说哎 我要回复 对吧 我要回复 那我们怎么回复呢 ok 因为上面一段代码呢 我们已经运行了 开始运行了 我们需要中断他 你看他这边一直在运行 一直坚定 第一步呢 先按这个键说interrupt execution 这件事情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把上面一个长期有效运行的这个监听 和打印显示 收到消息的这个功能先暂停 暂停之后 他说by 就说拜拜了嘛 暂停了 接下去我们要重新定义 好 我们先要重新 logging 对啊 先logging 因为我们这边选择了一张hot real load等于处的话 这边你重新logging的时候呢 他就不需要继续扫码 好了 这个完成了 重新登录之后呢 我们选择 如果我们收到了别人给我们发送的文本信息 我们第一件是打印 第二个呢 我们会回复 你只要return一段文字 和他原来那个发送方给你的那段文字 把它连接在一起 我返回收 我收到 这个很简单的功能 还是如果你要改动的话 你可以改动这里一段 就可以做一些比较智能的一些回复 好 看一下 回复 shift enter again 这就是定义了 再运行 然后你可以再shift enter 把下面一条命令一起运行起来 他们两条会按照顺序 逐一运行 好的 他又开始start auto reply 就已经开始运行了 你看到这个运行按钮一直是深色的 所以说这一直都是在运行 那接下去呢 CMHOO 又要给你发送信息了 CMHOO 对着这个裤子 我没说 我再给你发一个小脸 我又发了一个小脸给你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期待什么呢 我们会期待 哦 我们要收到 这样一个 一个消息 你看到我们收到了这个微笑的消息 这里显示啊 我已经收到这个微笑的消息 哦 这里有一个错误代码 他说 asca code cannot be decoded 对 这边是什么造成的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python2.7里面 这边我们需要加一个U 好吗 加了一个U之后 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怎么样重新运行呢 我们还是要中断它 嗯 中断它 U代表的是unicode 好吗 好吗 我们先中断它这个运行 好了 中断完了之后 我们刚才修改了这段代码 然后我们重新啊 登录一下 好 再运行这一个register 再运行运行 好 that's the auto reply 好 这次我们希望他不会出错案 好 我们看到了我们发送笑脸的时候 他就已经说 谢谢请我收到I receive你的一个笑脸 然后就进截获了 然后呢 我们再给他发一个另外一段文本 比如说 你好 吗 question吗 我问好 enter 好的 然后你看我们就截获了说 你好吗 然后他 机器人他就说 嗯 谢谢请我收到I receive的 你好吗 对吧 就是说谢谢亲 然后一个嘴唇 我收到了I receive 然后斜杠 N那表示换行 然后他的 我发送方的一个原始的文本信息 这样就成功了 你就已经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收到别人的信息 我回复你 我收到了你的这个信息的这样一个功能 好 接下去呢 我们看相对自定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些信息处 那可以有些什么样的信息处理呢 我们可以看哦 如果我们收到了文本类 我们收到了位置类 我们收到了名片 我们收到了通知 收到了各类的分享 然后做些什么事情呢 就说哦 好的我把你我收到的那些通知呢 云风不动的再发挥给你 那这个名领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收到 他接下去定义了第二种情况 如果我收到了图片 语音 文件和视频的话 我做什么事情呢 他说我保存 然后同时我又把这些文件再发回给你 这样一个功能 第三种功能呢 就说 我定义了一个叫at friend 就是如果 如果有朋友要加这个机器人作为好友的话 他会自动添加这个好友 马上通过 然后顺 接下去呢 通过之后 他会给这个新朋友主动的发一条信息 说幸会幸会 nice to meet you 好吗 然后再接下去一个呢 我是说哦 如果我收到在一个群组当中 我收到了at我的那个文本信息的话 那我回复他说我收到了 你给我发的一个什么信息 这边的定义呢 就说如果我收到的是文本 而且他呢 又是一个group chat 就是在群喵里面的一个信息 那我会处理这一段程序代码 但是只有if这个信息是at我的时候 我会发送说 嗯就是这个用户名谁发送给我 我已经收到了你给我发的哪一段信息 然后这几个变量呢 就是说发送方的一个称 接下去呢我要回复他的内容 然后再是我给哪一个用户进行回复 对啊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运行运行时间的老样子 我们先得中断它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截取上面的一段代码在运行 好了我们运行开始了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relogging again 好的 然后再运行这段shift enter 开始运行了 定义已经结束了 然后第三步说itchat.run 运行 好了 现在有一段新的 更加复杂的回复功能已经开始运作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做 啊第一个就是说还是通过cm部 我来给你发一段消息 我们发一个 苦豆 数据 消息 发送 好的 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机器人回复了说text 酷豆数据消息 就说呢 他运行了哪一段代码呢 运行了这一段 他说如果我收到了text消息的话 我会把这个消息的类型和消息的内容返回给他 好吧 我发送了这个 然后他还可以支持什么呢 他还可以支持 啊 另一些的内容 那我们另一些的暂时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然后接下去我们可以通过 通过cm部来给他发一个图片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来发一个图片 嗯 找到我们的相册 发一张夜景的图片 好 我们现在正在发送一份图片给酷豆 机器人 好 酷豆机器人收到了这张图片 之后呢 他又把这张图片原封不动呢 又返回给他 所以这里一段代码被运行了 好吗 然后我们还可以录一段音 比如说我们通过cm部说 嘿酷豆陪辽妹你好吗 好我们已经收到了说 好的 然后这个机器人呢 他收到了这段语音之后呢 他把这段语音返回了 但是由于他不能直接的以那种非常原生态的语音的形式返回 他把它保存成了mp3 然后以mp3的形式进行了找回 好吗 这点大家注意一下 好了 接下去关于加朋友 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好 现在白黑是5 cm部是他的朋友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朋友删除 然后重新让cm部来请求成为他的朋友 好我们要 怎么做呢 然后点击 然后点击 然后怎么删除 我们把它删除 好了 cm部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朋友 对吧 已经不是我的朋友 那通过cm部的手机呢 我们现在要添加他作为朋友 再次添加 再次添加他作为朋友的时候 好我们刚才已经添加了 我们已经发送了一个 通过cm部发送了一个朋友请求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酷头陪达妹子 自己人的通讯论 这边已经有一个新的请求 对方请求添加你为朋友 点进去看 对方请求 已添加 对吧 他已经自动添加了 不用做任何事情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微信 添加完之后呢 自动添加完之后呢 我给他发了条消息啊 你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聊天了 对吧 对吧 好的 同样 刚才我们又出现了一个 编码的问题 就是unicode和asca编码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 编码之前加一个u 在python2.7的环境下面加了一个u 之后 表格unicode 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你可以现在看到 刚才我们加了 通过啊 三部提出一个申请 加朋友申请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我们的机器人 已经自动添加了啊 三顾这样一个朋友 并且给他发送了幸会 幸会 nice to meet you 对吧 好的 我们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在群组里面 那我们怎么样发送消息呢 好现在我们有一个啊 三人的群组 然后cmgu呢 也是其中一个成员 然后啊 我们现在通过cmgu 在群组里面 给 给我们机器人发送一条消息 看看他的表现是怎样 好我们先查找个群组 好我们先查找个群组 嗨 我们看到在这个群里面 cmgu发了一条消息叫嗨 然后我们的机器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也没有回复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消息没有at 我们这台机器人 所以我们再试一下如果我们at这个机器人的话 他是不是收获回复 好大家可以看到一旦我们at这个机器人的时候 机器人就开始说哦你at了我了 白黑你好我已经收到了你给我发的一条信息 是说啊你好这样一个信息 好吗 这样就实现了在群内只有回复 只回复at我的信息吗 不at我的信息我不回复 或者你也可以说只要是at我的信息我不回复 其他的我都回复 那你只要把这里写在if not 那if not如果不是at我的我都回复 那做我的我就不回复 好吗 好吗 好了嗯 恭喜您已经完成了很多那个微信的一些基本机制了 那我们现在需要啊logout对吧 下面我们可以进行logout 好 你已经能够使用啊很基本的一些微信的一些常用的消息的回复和发送的一些功能了 然后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啊这个QR code的扫码来加我然后可能反馈意见啊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提一些建议 然后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讲一些比较智能的图像识别和处理 就当中会涉及到一些深度学习 现在最热的一些深度学习 然后tensorflow 啊 deep neural network 啊 啊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一些非常前沿的一些科技 好吗嗯 谢谢大家啊 我是来自枯走数据科学的Sam 期待与您下次再见 拜拜